甄嬛传中安玲蓉是怎么发现遗羞害了纯元 虽然原著中是安玲蓉意外听到了这个秘密 而剧中又没有展现出这个画面 但通过种种细节还是可以看出安玲蓉早有发现 这期咱们就来唠唠安玲蓉是如何发现皇后杀了皇后 第一点安玲蓉心思细腻 安玲蓉死前曾告诉甄嬛皇后杀了皇后 甄嬛误以为安玲蓉只是狠毒了皇后 却不了娃一句姐姐追着姐姐令甄嬛后被发凉 因此甄端竞三人组临时开启小会深究这句话 在这一场临时会议中 咱们先听专非是这么评价安玲蓉的 正是因为安玲蓉心思细腻 加上与皇后长时间相处 安玲蓉逐渐发现了端倪 别看皇后时不时姐姐长姐姐短 唠着纯元 实际上纯元这张王牌 只是被皇后用来回血罢了 这就像某托尼成天唠叨着 多么想念自己的妻儿 实际上却只是把他们当作唠钱的工具一样 尤其是瓜六用竖出二字 在皇后的雷点上蹦迪之后 皇后与安玲蓉私聊时曾说过 出身卑微又如何 本宫就是竖出 所以平生最恨旁人说竖出二字 可真想明白了竖出又如何 本宫依旧是母仪天下的皇后 安玲蓉的小脑袋瓜子迅速运转着 最后得出一个结论 皇后与纯元根本不如外界所说那般姐妹和睦 第二点 也是很多朋友能够直观猜到的一点 皇后用纯元故意令真环与皇上产生隔阂之后 与安玲蓉有一搭没一搭的瞎聊 聊着聊着皇后突然用戏虐的口气说道 紫禧瞧安玲蓉的眼神分明透露着大大的疑惑 因为安玲蓉看过了是梅妆和甄环的姐妹情 她清楚真正的姐妹情该是怎样的 所以皇后此举在安玲蓉眼里塑料姐妹花实锤 也正是因为皇后对纯元的这份塑料情 让安玲蓉开始怀疑 纯元的死或许与皇后有关 第三点 安玲蓉利用甄环怀孕进一步试探皇后 甄环怀二胎期间 曾求皇上让皇后为她保胎 皇后这个打胎队长临时换了工种 没办法动手 眼瞅着甄环的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 安玲蓉作为打胎小分队的队员 表面上尚赶着为队长分担 提出打胎小妙招 说着什么如果运中受惊会怎么怎么样 实际上安玲蓉也是利用甄环这胎试探皇后 传言当年的死到底和皇后有没有关系 臣妾最近听说晚平一直郁郁寡欢 可运中不宜过分伤心 否则会影响胎儿 何止啊 若是到了月份大的时候 不小心就会一时两命 听听这话 皇后此言看来大有深意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皇后怎么会知道 运中受惊 搞不好会一时两命呢 知此皇后的 安玲蓉便明白了 皇后下一步准备做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 安玲蓉便不难发现 皇后杀了淳源 安玲蓉死前曾告诉甄环 皇后杀了皇后 甄环误以为安玲蓉只是狠毒了皇后 缺不了娃儿一句 姐姐追着姐姐 令甄环后背发凉 因此 甄端敬三人组临时开启小会 深究这句话 在这一场临时会议中 咱们先听专妃是这么评价 安玲蓉的 正是因为安玲蓉心思细腻 加上与皇后长时间相处 安玲蓉逐渐发现了端倪 别看皇后时不时 姐姐长姐姐短 闹着淳源 实际上淳源这张王牌 只是被皇后用来回血罢了 尤其是瓜六用竖出二字 在皇后的雷点上蹦迪之后 皇后与安玲蓉私聊时曾说过 出身卑微又如何 本宫就是竖出 所以平生最恨旁人说竖出二字 可真想明白了竖出又如何 本宫依旧是母仪天下的皇后 安玲蓉的小脑袋瓜子迅速运转着 最后得出一个结论 皇后与淳源根本不如外界所说那般姐妹和睦 第二点 也是很多朋友能够直观猜到的一点 皇后用淳源故意 令真环与皇上产生隔阂之后 与安玲蓉有一搭没一搭的瞎聊 聊着聊着皇后突然用戏虐的口气说道 姐姐呀姐姐 你真是本宫的好姐姐 哪怕死了那么多年 你还是能够帮着本宫 护着本宫啊 仔细瞧安玲蓉的眼神 分明透露着大大的疑惑 因为安玲蓉看过了 这梅妆和甄嬛的姐妹情 她清楚真正的姐妹情该是怎样的 所以皇后此举在安玲蓉眼里 塑料姐妹花实锤 也正是因为皇后 对纯元的这份塑料情 让安玲蓉开始怀疑 纯元的死或许与皇后有关 第三点 安玲蓉利用甄嬛怀孕 进一步试探皇后 甄嬛怀二胎期间 曾求皇上让皇后为她保胎 皇后这个打胎队长 临时换了工种 没办法动手 眼瞅着甄嬛的肚子 一天天大了起来 安玲蓉作为打胎甲问队的队员 表面上上赶着为队长分担 提出打胎小妙招 说着什么 如果孕中受惊会怎么怎么样 实际上 安玲蓉也是利用甄嬛这胎 试探皇后 传言当年的死 到底和皇后有没有关系 臣妾最近听说 婉萍一直郁郁寡欢 可孕中不宜过分伤心 否则会影响胎儿 何止啊 若是到了月份大的时候 不小心就会一失两命 听听这话 皇后此言看来大有深意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皇后怎么会知道 孕中受惊 搞不好会一失两命呢 至此 安玲蓉已经确定 纯元就是皇后害死的 第四点 皇后被太后训话 被罚站中司门时 安玲蓉先是发起私聊 假装关心皇后 紧接着又充当聆听者 耐心地听着皇后的倾诉 在这段剧情中 皇后对着安玲蓉喃喃自语 本宫的大哥要是活着 现在都能说会笑了 可惜她死在了本宫怀里 现在让本宫看着后宫里 一个个的嫔妃弹子 让本宫情何以堪呢 面对皇后的首次吐露心扉 咱们仔细听 安玲蓉是这样回复皇后的 要面上安玲蓉这段话 看似在恭维皇后 实际上这是安玲蓉对皇后心思的试探 毕竟皇后作为打胎队长 她不喜欢的孩子就没有机会降生到这世上 但是重点在后一句 你不喜欢的女人也不该活着让你伤艳 皇后不喜欢的女人是谁 除了先她坐上伏镜位置的纯元还有谁啊 很明显 安玲蓉已经知道了是皇后杀了纯元 所以皇后听到安玲蓉后一句话时 先是略带惊讶地看了安玲蓉一眼 接着俯着安玲蓉的肩膀说 所以本宫喜欢你 这也算是皇后对安玲蓉准确解读的一种认同 剧中皇后与安玲蓉这俩人 不管是在性格方面 还是做事风格上都很像 一个是因为家境贫寒受敬屈辱 一个是因为庶出身份失去原属于她的福尽位置 别看安玲蓉表面柔柔弱弱 皇后则是千功大度 实际上皇后与安玲蓉心里的恨早已拍山倒海 因此他们一旦有机会就会疯狂报复 同时也正是因为安玲蓉和皇后的心性太相像 所以只要皇后一个眼神 安玲蓉便明白了皇后下一步准备做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 安玲蓉便不难发现皇后杀了纯元